这个equity crowdfunding为很多公司提供了一种很特别的融资方式 尤其是比较年轻的公司 因为他们年轻的公司要发展 要获得资金跟银行界是比较不容易的 另一个好处是我觉得你可以把你的ECF 当成一个好像marketing的campaign 从marketing的campaign角度来看 因为除了筹记资金 你还可以给更多人了解你的公司 你在收听的是由马来西亚全新的财经资讯平台 财经制作的开门建商 在这个节目当中有能杰和洪耀和你一起探讨开门做生意的商机与门道 我相信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 马来西亚我们在民间大家这个投资是非常的有热潮的有热情的 各种各样的这种投资的项目跟组合 其实大家都非常有兴趣去的去了解 新创公司或者是中小型企业还没有上市 但不代表他们不能够抓住这一波的热� 帮助企业达到这个融资的目的呢 其实马来西亚的证监会呢 在2015年就颁布了这个股权众筹 允许马来西亚的老百姓用比较低的金额去参与投资中小型企业 根据Pishin发表的2020年股权众筹报告就显示呢 去年共有80场股权众筹的活动是比起2019年成长了275个巴仙 那让中小型企业呢筹集了1亿2770万令吉的经费 那其实这就是一种你不透过上市的方法 用股权众筹的方法也可以帮一些没有上市的公司筹钱的这个方法 那这样的筹钱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能够帮他们获得足够的资金来扩展他们的生意的规模 那另一边像呢我们这种普通的民众也不一定要去Bursa 或是其他的美股美国的股市或是中国股市去进行投资 也可以透过这些众筹的机构呢获得相应的股权 那它其实也是一种投资的一种选项 嗯没错啊我觉得这个洪耀刚刚所形容的 它就很像是一种双赢的局面对不对 这个公司可以得到资金 然后我们一般的民众呢又可以有不同的这种投资的这个组合 或者是投资的项目可以去参与的 但是不晓得洪耀你有没有类似的感受啊 就是在我们华人社会当中呢 我们会有一种刻板印象 什么刻板印象呢 就是很像我们会很在意企业的这个形象跟包装 似乎一家企业我们是不值得我们去投资 或者它有没有价值 就取决于说这个企业它会不会包装自己 或者是我讲坦白一点啦 就是很像老板他会不会吹水 或者是会不会去描述他的企业 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会修饰或者是会包装的企业 是不是在众筹的融资上面就会有比较大的好处呢 那那些没有华丽的包装 或者是老板不太会说话的这些企业 是不是就不被众筹的投资人所青睐呢 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好好来研究的问题 对那无论如何都好就是众筹平台其实有很多间 他们有不同的这些偏好 那有的可能他们就特别注重这些企业的 营销能力或是presentable skill 但无论如何你是有营销还是没营销能力都好 到头来可能股权众筹其实跟一般的这个投资的理念还是一样啦 最重要还是看这个生意模式 有没有赚钱对不对 那投资虽然说他们是在不同的这个平台 一个是上市公司一个是私底下的这种众筹平台的公司 但其实到头来呢 我们还是因应同样的这种逻辑去进行 我们进行的这些投资买卖的一些行为 但有的情况当中我除了能解讲的这种众筹平台 可能会比较青睐一些比较能够说话 比较能够讲故事 比起他真实实力的这些企业的文化以外呢 我们也发现说很多的money game 他们也打着这个股权众筹的旗帜去骗了很多的钱 所以为了预防这样的一件事情呢 我们今天就特别请来一个众筹的平台 他的名字叫Ataplus的Josua 他会很仔细的跟我们说 其实股权众筹真正的这个定义是什么 以及我们投资时要注意的一些风险的事项 Ataplus呢是马来西亚合法的股权众筹平台 他主要是通过了提供平台的链接企业以及投资者 帮助中小企业集合众多个人的投资者 让这个企业外来发展呢 能够得到这个足够的资金 那我们也只能够简单的介绍股权众筹 这种新形态的融资方案 当然如果要聊得比较深入一点的话呢 真的是要请到Ataplus的这个Josua 来跟我们好好的来分享 Hello Joshua 你好 是Josua 我想听到我们刚刚的这个开场的时候 可能你会觉得说 这两个人很像是不是一直在讲股权众筹的坏话 其实不是 我们只是把一些现在的一些现状 跟大家来进行一些分享 那其实在马来西亚的这个众筹的领域当中 除了股权众筹 还有一些所谓的这个债券众筹P2P 那各位请Josua先来跟我们先来聊聊 因为这两者他们都是能够为企业获得一些资金的嘛 那他们的差异到底是在哪里呢 首先谢谢你们邀请我来这里 你可以叫我Josua 我在Ataplus里面是负责法律还有合规服务的 之前我是一个律师专门处理公司诉讼案件的 然后我现在也是刚成立了自己的一家法律技术的公司 叫Alexei Theory 股权众筹英文叫Equity Crowd Funding 简称ECF 还有债权众筹 Peer-to-peer lending或者P2P 他们是两种不一样的投资管道 从2016年开始在马来西亚开始合法 主要的分别是ECF或者股权众筹 是公司用卖他们的股权或者股票的方式来向大众筹计资金 投资者投资人就会变成那个公司的shareholder或者股东 公司的资产还有公司所算到的钱 一部分也会属于他们的咯 跟一个普通的shareholder这样子 P2P类就好像一个借贷的品牌这样 公司上了这个P2P的品牌的目的是为了要合法的从大众借钱 大众就变成好像一个银行这样子咯 可以赚回那笔钱的利息 So P2P的好处 他们是申请和投资的资格会比银行低很多 OK 然后钱也可以分散给那个公司到很快 但是因为风险是比较高的这些公司 因为通常找P2P的公司 他们是跟银行已经借不到钱了的 他们才去P2P 所以那个利息也会charge的比较高 现在的market应该是12%以上啦我觉得 OK So 回来 equity crowdfunding OK So 之前新创公司startups或中小行业家 然后他们上市之前需要资金的话 他们是有几种办法的吗 他们是可以去银行借钱啊 或者跟他们的家庭们朋友们借钱 或者叫他们当他们的投资人这样子 但是通过ECF的话 公司可以向大众合法的筹集资金 OK 所以有点像上市的道理一样啦 有点像说上市公司 可以在股票交易所上摆他们的股票 然后公开的宣布 叫大众来买他们的股票对不对 So 跟一样的 要做股权中筹或者ECF的公司 他们会把他们的股票摆在ECF的平台上 然后宣布叫大众来买他们的股票 或者投他们的公司 好 所以也就是说其实在法律上当中 也是有明确说如果你要众筹的话 你不可能冒冒然一个中小型企业说 我要众筹 然后我就分发股权 也是有一个合法的这个途径要去依循 这个时候可能就要找像Adaplus 这样子的众筹平台 那只是好奇的问一下就是 这样子的平台的你们的运作机制是怎么样的 就是这个中小型企业来到你们的平台 然后你们就帮他处理一系列的东西 那你们的盈利模式是怎么样 以及其实众筹平台在帮助他们 所谓的上市 就是开关引号的上市 因为不是真正的上市 其实你们会怎么样去运行呢 OK 首先好像你讲的 如果你要做股权中求的话 你怎样都需要通过一个 政经委员会所批准的平台 那个是现在我们在马来西亚 好像有10个平台 10个平台 但是当时在2016年的时候只有6个 OK 从一个合规的 compliance 那个合规的角度来说 这些公司申请来ECF的时候 我们的平台的责任是要做一个 好像一个Due Diligence这样子 一个basic的Due Diligence这样子 来确定公司的生意 和公司的他们的文件全部都是合法的 以符合SC所规定的那些条件 OK 所以这个是每个平台需要做的 As long as他们是一个regulated平台 Under the Securities Commission 他们有一个责任来做这个Due Diligence的 before他们会给这些公司 list在他们的平台上 从一个fundraising的角度来说 或者筹集的角度来说 每个平台会有 provide不同样不同样的服务的 OK but他们主要都是要帮助他们 跟他们一起上市的公司 ECF活动的成功率比较提高的 那很谢谢就是Josua 他用这个非常简短 但是又很容易明白的方式 让我们去了解到这个新形态的 这个融资的方式 那么接下来可能我们就要来聊一些 就是比较大家关心的事情 因为投资总是有风险 那我们在认识投资风险之前 可能要先搞清楚说 各种不同的investors 他们到底是什么 这样子我们才能更精准的去投资 那么我们就发现说 Otherplus会根据投资者的年收入 去划分这个投资者 包括了有这个retail investor 还有天使投资者 还有这个尖端投资者 并且会规定每一个人的 这个投资上限 那其实为什么要有 这种的投资的限制呢 不是说投资人愿意 投入更多的金钱 这不是一件好事吗 为什么要有 这样子的一些限制呢 很好的问题 OK 所以是为了保护投资者的 因为ECF是一个属于 还比较早期的投资管道 OK 所以好像retail investor 你讲的 零售 investor 他投资者 他们的收入没有很高 他们能够承受的风险 也是比较少 OK 跟angel investor 跟sofisticated investor 就不一样了 因为他们有的 他们的能力 能够承担的风险 是高很多 OK so在ECF平台的责任 是把这些上限 明确的发表 在我们的平台上 OK 但是最后这些 最后都是这些投资者 将会self declare 他们是属于哪一般的investor的 我们是不会 我们是不会插手啦 OK 逻辑是因为那个政经委员会希望 这些投资者能负责 自己的投资决定 看了那些上限了之后 他们会负责咯 他们说 如果作为一个retail investor 你还要investor过那个上限 5000块的上限的话 你就要负责了 那其实这些众手平台 就是为了要降低 投资者的风险 像是Ataplus 应该也会严格筛选一些 就是如果你是一些骗子 或是说有一些水分的公司 可能你们就不那么乐意 让他们来到你们这个平台当中 去众筹嘛 那这可能是一个指标 那有没有其他的指标呢 就是毕竟 想要众筹的公司应该很多 那当这么多的demand的时候 你们会以什么样的标准去选择 那我就帮这一家 而不是帮另一家 有这样子的一个作业流程吗 有 so basically我们会是 返回那个due diligence的aspect ok so作为一个平台 我们主要是要确定 他们的business plan 他们的文件 跟他们的创始人 他们的统计 全部都是要符合 SE所规定的条件的 ok so我们的 我们的赛选程序 有包括好像检查 他们的财务预测 他们的账户管理 他们的审计报告 然后make sure 他们这些全部都是 跟他们的business plan 他们的商业计划 是比起来是合理的啦 ok so有时我们也会 对他们的营业地点 进行一个检查 ok 如果现在MCO检查不到的话 还是会去online去check一下啦 看他们的有没有review 有没有customer去 what's the most recent review 或者有没有什么comment left by customers的 如果他们已经说 他们已经获得了一些奖 或者一些paten 一些专利 ok 我们也是会叫他们给我们证明 我们不可以只是听他们的话 来proceed ok 公司的资本 公司的资本的amount 也是需要跟他们 所要筹的那些amount 也是要合理啦 ok so给你一个例子 如果你要筹 100万的话 你的公司不可以是一个 10块钱的公司 这样子 我们会叫他们 提高他们的资本性 我们才会给他们继续 其实我们也了解到说 股权重筹呢 它是有一定的风险在的 那投资者呢 其实 因为大家都是用自己的血汗钱 去投资嘛 所以要如何分辨 这个优质的公司 或者是 这个只是一个金融骗局 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 那 就像我过去在这个中国 我看到很多的公司 他们拿到了这个 所谓的 Angel Fund 或者是 Angel天使融资 之后呢 他们 发现是有一些老板 会尝试把 这些所融来的钱 透过各种各样的方式 放到自己的口袋里面 那不曉得 像Ataplus 你们也没有一个机制 或者是 也去审核 或者是管理 类似这样子的公司 那如果你们发现 有这样子的公司的话 你们又会怎么做呢 So 讲真的 我们的Due Diligence Process 也不是100%安全的啦 OK No matter what 我们只能检查 他们所提供给我们的资料 跟我们的文件 So 我每次劝投资者 他也是要做自己的 自己的检查的啦 OK 但至少 ECF在马来西亚 我们的平台的 从平台的角度来讲 我们已经给了 好像一层保护 这样子 OK So of course ECF也是 他们是 现在啦 在ECF的 industry里面 通常我们看到的公司 是比较早期的 风险naturally是很高 不一定是骗子啦 OK 很多startup也是 风险是会比较高的 但是 主要的是 回报也是 也是会 也可能比较高 因为你从一个很早期的 opportunity 你就可以participate 在这个公司了 OK 像Grab Facebook 如果你有机会 CineGrab跟Facebook 当时咯 你想看 你们现在你的 你的股票的价格 已经涨了几多 OK 我这边想要追加一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当你们发现 就是在平台上面 有一些不老实的公司 或者是他的公司运营出现状况 或者是已经很清楚 特别是如果已经有媒体 已经报道出来说 这间公司的老板是有问题的 那你们会 会做出一些怎么样子的一个举措 会把它从你们平台当中移除吗 还是怎么样呢 会 so ok so far幸好 ok 没有这样子的情况出现过 在我们的平台 但是如果我们发现到 他好像 如果一个公司 他们给了我们一些资料 是不正确的 或者过后我们发现到 他们的老板 或者这些 他们的老板 或者他们的key team members 是做一些 不符合的东西 我们是会 take action OK 但是我们的action 只是可以把他们的campaign remove 从我们的listing 我们没有本能去punish他们 ok 但是如果那个ECF的campaign 已经关了 已经结束了 那些股票也是已经注册在SSM了 我们的责任也是其实是完了的 我们没有多余的responsibility 去overseed这些company 除了提醒这些company 要report给那个investors 我们来谈谈整个 特别是疫情的关系 整个众筹平台的这些趋势 其实会不会因为疫情的关系 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些新的想法 需要新的资金去做新的一些尝试 扩张也好 或是转变生意模式也好 会不会说 因为疫情其实有更多的商家 来去众筹平台去进行这个众筹的行为呢 然后因为我们要知道说 其实每一个这种 你一旦有分股权出去 那你就不是只是对自己负责 那你就要对股东负责 它某种意义上一定会伤害 就是说可能会有股东去挑战 你凭什么这么做 它就会伤害一个中小型企业 它要决定走哪一个方向的那个自主权 所以你怎么看待 其实一方面是可以获得更多资金 另一方面是可能会上市自主权 你觉得商家在选择的时候 为什么天平会倾向于这边 我觉得会是因为 我觉得啦 这个equity crowd反联股权众筹 为很多公司提供了一种很特别的融资方式 尤其是年轻 给你比较年轻的公司 因为他们年轻的公司要发展 要获得资金 跟银行界是比较不容易的啦 另一个好处是 我觉得你可以把你的ECF campaign 你的股权众筹的campaign 当成一个好像marketing的campaign 这样子从marketing的campaign角度来看 因为除了筹记资金 你还可以把你整个ECF campaign活动的过程 宣布出去 market出去 给更多人了解你的公司 你的product 你的service OK 然后我还要加上的是 另一个很大的帮助来自SC 来自我们的Securities Commission 因为他们已经成立了一个co-investment fund 我们叫一个 通投资一个叫mysif malaysian co-investment fund OK 通过ECF筹记资金的公司 可以通过mysif 再获得额外的25% 所以如果你从ECF成功筹到400千 mysif 会给你多一个100千 25% 然后你总共就有了500千 这样子 了解 好 因为即使现在在马来西亚 众筹平台也蛮多的嘛 有10家左右 那要如何竞争呢 这个是接下来我们很感兴趣的问题 Ataplus要如何吸引到优秀的中小型企业 来到你们的平台 你们公司目前觉得你们最独特的 你们的优势在哪里 OK 所以如果跟其他的平台来比较的话 我觉得我们Ataplus 是比较重视marketing 还有指导的啦 OK 所以我们会跟我们一起上市的公司 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服务 都是basically to 提高他们的成功率的 所以我给你一些例子 从他们的ECF材料的角度来讲 So 你做ECF的时候 你需要把你的campaign for在我们的平台上吗 那个website要怎样看啊 然后或者你的powerpoint要短一点 长一点 或者他们train了一些 investor会有兴趣看的东西 我们也会train咯 OK 从marketing的角度 我们会帮助他们宣传 他们的 以公布他们的ECF活动 OK 然后在我们的social media 或者通过普通的media 通过press release这样子 然后我们也会尽量安排一些 给他们机会 以投资者的个人会议 或者公开的会议 来给他们比较 比较多exposure这样子咯 给他们的campaign OK 好 所以感觉上就很像有点像是 这个孵化器一样 就是帮助他们 让他们更多的曝光 但是我这边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刚才在开场的时候 我们有提到的 就是关于说 其实有很多的这些平台 他们很像有一个门槛 就是似乎这个公司 他老板一定要很会讲话 或者说他们一定要有一些skill 才能够去加入到这个众筹的平台当中 那你们的平台有这样的门槛吗 讲真的 我觉得每一个平台 都会有这样子的门槛的 OK 因为将来说也是一个生意 所以如果遇到一个公司的老板 他很会讲话 或者很会pitch to investors OK 每一个平台一定要 会注重那个公司 多过别的公司的 我觉得 OK 我想可能这就是整个商业世界当中 残酷的地方 就很多时候 就不说每个公司 就是实力上的这个不同 但是如果实力相当的话 你有一个更好的marketing skill 或presentation skill 可能你就真的是比较吃香 当然其实 我觉得很多众筹平台 他们在这个帮助众筹的时候 像是Ataplus 我相信也会有提供一些技术的支援 就是如何把你的这个故事包装的更加好 毕竟可能到头来 就是还是刚刚那句话 你的对象如果是投资者的话 你要怎么去吸引他们 说故事的能力 可能还是很重要的 对 其实我觉得洪耀你说残酷 可能我刚才在想说 这两个字有没有用的太重了一些 但是后来想想没有 确实商业这个环境 或者是从商 它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残酷的条件 那或者说它是有一些的门槛 是你要去去符合的 那老板如果自己不会说话的话 那就请会说话的人 对不对 不需要什么事情 所有的话都有你来传达 都有你来说 老板只要在适合的时候来露露脸 也是可以的 好 那今天非常谢谢 Josh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然后让我们更多的认识到了 Utherplus这个平台 谢谢你 谢谢你 开门键商是由财经制作的节目 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 财经.my YouTube channel BFM财经 以及各大的Podcast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 这个节目每星期到星期五每天总是更新 对节目有任何的意见 都欢迎私信到财经的脸书专页 开门键商 我们下期见